我们刚刚看到台湾最近的军事动态可以说非常多 一方面是在太平岛扩建军事基地 另外一方面台湾也扩大了无人机的搜寻范围 相关话题我们也请到了香港方面的马鼎盛先生 还有台湾方面的李贵发先生来做一个点评分析 首先问一下马先生 台湾这一番究竟想做什么呢 我们先看台湾这个无人机 其实它是第一很小 第二它的任务也是很低档次的 比起整个的侦查 比如说美国有卫星 美国有长城雷达 美国有全球鹰这样的比较大的无人机 美国还有P3C和P8 这种固定翼的有人的大型的侦查机 所以总的来说 它只是整个美台侦勋大陆解放军的一环 而且是很低的一环 但是这一环就确认台湾起码是军方 它针对大陆这方面是绝对不放松的 而且随着科技发展还越来越高 但是关键就是这个和美国的是不是接轨 它所得到的这个情报 是不是完全都和美国一样 美国也会不会透过这个得到好处 这个是解放军非常愿意知道的 所以中国方面在防空识别区上面 对付刚才所说的这么多的侦搜平台 应该是怎样分门别类 什么时候该打该打谁